膝盖突发疼痛 病苦难耐 师父和龙王菩萨梦里加持一致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及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无我利他恩师 两周前 我的左膝盖突然隐隐作痛 开始自认为是睡觉时姿势不正确 然而慢慢地就发现 爬梯时明显疼痛难忍 心想是不是年纪大了 长了骨刺还是扭伤了筋骨呀 正在愁躇烦恼之际 夜里就梦见了龙王菩萨 他告诉我疼痛是因为膝盖缺营养 下意识我觉得要补钙 随即在梦里给我膝盖部位连续打了两针 说是补充营养 有了之前的经验 我知道可以用小房子来修复膝盖细胞 于是第二天一早 我针对膝盖部位烧送了经文组合小房子 并听从龙王菩萨的建议 购买了钙片准备服用 忙碌完一天 晚上睡觉前又坚持在网上诵读白话佛法 未料夜里师父就来梦中给我加持了 他给我左膝盖又打了一针 并一语道破说 你的左膝盖本来就有旧伤 白天网购的钙片不错 要坚持吃一年 随后 指点我还要再配合烧若干经文组合小房子 我不禁感慨到 师父的神通在梦境中 也是真实不虚 精准到位呀 说起旧伤 就要回到大约十年前的一个龙东 一次临时去北京 却遇上了突降暴雪 两天内冰雪覆盖整个京城 导致我回家的航班临时取消又改签 我一个南方人 从来没有经历过北方的冬天 衣物也没有准备充足 当时年轻更不懂得保护膝盖 还记得当时前往机场的道路已经封锁 路上没交通工具 为了赶着周一上班 硬着头皮大雪天 在室外行走半小时赶飞机 寒冷刺骨的北风 针扎似地钻入膝盖 就这样落下了病根 后来的日子里 膝盖只要稍一受凉 就会隐隐作痛 师父托梦后 我就立即开始针对自己的膝盖 继续烧送若干小房子 果然要到病除 没几天膝盖马上康复如初 爬梯不再疼痛 也没有针扎似的不适感 经文组合小房子 不愧是末法时期 一记就度众生 把苦济世的重生良药 我感念佛恩浩大 无以为报 望大家也务必真知 爱知 以上分享过程中 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恳请各位菩萨慈悲原谅 恳请各位师兄批评指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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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